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蔡超芬饰演的开放女对着古大胆说 上床可以 但得证明下你的能力 我喜欢胆大的男人哦 于是在开放女的剑下玩起了超墓碑的游戏 超墓碑就是记录死人墓碑上的名字 男女诞辰的信息 谁超的多 谁就是胜利者 到时候可以为所欲为 都说色字头上一把刀 这句话果然不假 几个惊愁上脑的家伙想都不想就同意了 说话的功夫 古大胆看到一个减费品的老婆婆 古大胆热心的上去帮忙 却被老婆婆的话吓了一跳 说年轻人 你居然能看到我 看来你是要倒霉了 在去往后山的路上 他们遇到一个自称是打经的老婆 这老婆眼熟吧 他就是山村老师里的小强 小强告诫他们 玩归玩 但别大呼小叫的 叫醒这个人就够你们喝一胡子了 几个人也没在意 一开始游戏进行的也挺顺利 大家抄的都很认真 很平静 突然古大胆抄到一个墓碑前 到现墓碑上的照片居然是开放女 古大胆顿时就是当下一颤 吓得扭头就撩 一边跑一边提醒机友 那三个女人是鬼 完全不把小强的警告放在心里 与此同时 这些女人也露出了胸残的面目 一个个披头散发的 尖嘴撩牙的 胖脸阴森的 反正就是毫不吓人 古大胆这边被死人骨头绊倒 叫到那就更欢了 叫吧 叫吧 叫喉咙也没有用 叫的声越大 死的越快 再看两个机友这边 女鬼们也都接下了伪装 原来这都是他们的恶作剧 前面罗勇那个女的就是开放女 一个机友就夸那个 古装搬向的形象真不错 但女士们说那不是他们 呃 原来这里真的有鬼 五个人慌张的跑回营地 却发现古大胆并没有回来 原来古大胆光不择路 脚底下一滑 摔下了山坡 生死不知 机友这鞭子躲在帐篷里 当起了鸵鸟 等到天亮的时候 才进山寻找一夜未归的古大胆 走着走着就发现了古大胆的心坟 上面的出生日期和死亡日期 就是今天 一情人想不到一个小小的游戏 居然害死了兄弟 都很自责 于是他们去找昨晚见过的小强 结果被一个年轻人 告知小强都死了好几年了 就是被那个山村老师里的蠢人美杀的 几人顿时吓尿了 他们跑到码头 想要离开小岛 结果在这里看到了古大胆 古大胆点名要开放女过来 古大胆如愿的一亲方德 几个人也发现原来古大胆是人并不是鬼 也都放下心来 提议撑船离开这里 在寄阳登船的时候 古大胆告诉开放女 以后不要再这么玩了 人吓人无药可救 然后他并没有上传 撑船的老婆婆根本看不见古大胆 原来古大胆真的死了 他来就是跟朋友们分别 电影就在古大胆与小强鬼魂的 诡异挥柔中结束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你可以不信神鬼一说 但一定要有敬畏之心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讲到这里 你的点赞 评论 转发 收藏 都是对警长的支持与鼓励 最后谢谢观看 拜拜